《洗钱案》一提持续的延烧 最近在网路上出现了一款免付费的游戏 叫做《海岛漆异》 模仿《洗钱案》让玩家能够扮演陈水扁的角色 体验如何A钱洗钱 而A来的钱呢 居然还能够拿来购买所谓王牌出纳 陈正会这样的工具 来提升洗钱的功力 家长就很担心了 这样的游戏会不会教坏小孩呢 不过设计师说 这个游戏嘲讽政治 纯粹是要给大家一个宣泄的出口 什么A钱还能大方说 你没听错 这就是最新的免付费线上游戏 招牌钱一个胖胖的阿扁总统 网路上直接上冲下洗 让玩家也来体验怎么洗钱 A他钱或一起A钱 那A他钱就是我只A这个人的钱而已 就是我可以把他户头里面的钱给A走 那一起A钱的话 我却跟我的伙伴一起A 连A钱方式都认均选择 洗钱中心也完全仿造弊案 英署开曼瑞士银行通通榜上有名 想赚万块可以帮忙用水果箱 与现金 经营总统秘密金库赚更多 一小时进账450万 A来的钱还能买狼犬 永哥仿制调查 还有50帧的轮椅 和阿联的核手务集团 其实每天来固定会来玩的七八千 那最高的时候大概就一万多个 网友超捧场有人每小时 A6000万晋升总统等级 获得招牌出纳陈正会 还有我的婆脚老婆的秘密武器 但网络游戏体验A钱 有家长担心教坏小孩 网络公司解释 游戏纯粹提供抒发管道 何况如果被A的对象当停昏倒 玩家还一毛都A不到 单纯苦受政治 绝不至于洗钱洗到现实去 中天新闻正宗范新玉台北采访报道